出席空軍官校畢業典禮 今年八十歲的美國總統拜登又摔了 前面學員還在開心敬禮 後面總統已經連環撲倒 拜登一個轉身手臂動起來 腳卻不聽使喚 往前亮腔撲倒 摔在地上後一度站不起来 旁邊三名壯漢立刻上前搗扶 他站起來後看起來沒有大礙 還不忘用手比一比舞台上 害他摔倒的黑色沙包 轉身回到座位時也還念念不忘 用手指再比一次 隨後拜登回到白宮 看到媒體特地摘下墨鏡 開口解釋 高舉雙手尷尬苦笑 隨後拜登似乎為了表達自己 沒有大礙 比那個讚還做事小跑步 要記者賣公共啊 同一時間川普的支持者 迫不及待通知川普 他在哪個段階段 他在飛機博士博士 他其實跌倒了 我希望他不會傷 此對頭川普先表達對拜登的關係 隨後分享起自身經驗 76歲的川普 教起80歲的拜登 怎麼走路才不跌倒 美國總統的健康問題 不免再度讓人擔憂 記者綜合報導 走路 我猜不可 來試過